嗨 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我這個月的愛用品有哪一些 那這個月愛用的東西呢 看起來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就趕快開始 從底妝開始 我這個月愛用的底妝呢 是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HD粉條 我的色號是 120Y245 就是我現在臉上的底妝跟脖子什麼 感覺沒有什麼色差 用起來很OK 打開來齁 給你們看一下顏色 長這樣 那這個粉條呢 它主要是用起來非常的方便 然後 它的遮瑕度呢 其實可以疊到還蠻高的 那光澤感算是 半霧面 不是完全那種很沒有光澤的霧面 算是 半霧面一點點光澤 可是如果你用的蜜粉量一多呢 它就 我覺得有點霧掉這樣 所以 這個產品呢 算是 油肌的朋友還蠻適合 我覺得 還算蠻持妝的 那之前有問我說 這個粉條啊 跟他們家HD的粉底液 差在哪裡 我很仔細的研究過 我本來覺得沒有差很多 差不了多少 可是我發現 他們家的粉底液啊 因為是液體嘛 所以可以推的比較開 所以可以 可以比較清透 那這個呢 它的遮瑕度好像稍微高一些 那液體的那個粉底液呢 有一點光澤感 比這個光澤再強一些 但是我覺得兩個都非常非常好用 那你如果是很喜歡混東西 在你的粉底液裡面的人呢 你就可以買他們的液體那個 如果你是喜歡方便快速上妝的話呢 你就可以買這個粉條 這真的很方便好用 再來呢 我要講眉布的產品 我現在眉毛上面用的這個呢 是Etude House的眉筆 這個是什麼 二號 我上面貼兩朵花 就是二號 有沒有 是我貼的啦 因為我有三隻 它就是刀型的眉筆 那這個二號的顏色呢 我覺得是在 它好像有五個顏色的樣子 它是在裡面 裡面有一個最灰的顏色 然後這個好像是第二灰的 所以它不是完全黑髮的人用的 是我這個髮色用起來還蠻OK的顏色 然後另外一邊是螺旋梳 我現在眉毛上面就是這個眉筆的顏色 那我要講一下這個眉筆好用在哪裡 它非常的容易上色 那以我的膚質來說還蠻持妝的 然後外出攜帶的時候這個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有眉書嘛 然後也有眉筆 那它是刀型的 所以畫起來也是非常的自然 那我這個月愛用的眉布的產品 還有另外一個是更自然 它其實是眼影 這個是MAC的 Charcoal Brown 給你們看一下顏色 握在手上試色 在這裡 這一個 我之前好像親人接給單身的人的那個影片 妝容影片裡面 眉毛好像就是用這個產品畫的 這個其實是我很久以前買的眼影 那個時候買這個眼影就是看上它很多功能 當我的眉粉啊 顏色剛剛好 然後也可以拿來當做眼影啊 眼窩暈染色啊來使用 那這個當眉粉呢 我覺得超級自然 是素眼的時候如果用這個眼影當眉粉啊 也不會讓人家覺得說你好像 整個素素的 然後只有一個眉毛很明顯 感覺很奇怪 不會超級柔和自然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那種很柔和的眉毛 你就可以用這個眼影來代替 再來呢要講一個 Ben Nye的霧面眼影 這個是BROWNBERRY 我好像在情人節的妝容影片裡面也用過這個眼影 這個眼影呢 我的帽跳下去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有 動一聲 這個眼影呢 它是灰色調的紫咖啡色 非常非常的 怎麼講 溫柔 然後又很知性 又很低調 可以拿來當眼窩暈染色 也可以拿來當成眼影的主色 或是如果你的眼妝比較清淡 可以拿來加強眼尾也可以 就是這邊這個顏色 上面這個是MAC的charcoal brown 這個就是Ben Nye的BROWNBERRY Ben Nye的眼影超級顯色 又好暈染的 那接下來呢 是上一支影片 就是一個妝容影片才剛講過的 這個眼影盤 我要拿這樣子 你們才可以看到這個鵝黃色才不會過曝 這個是 Makeup Atelier Paris的眼影盤 它是五個全霧面的顏色 這盤是T05 這樣應該算是五號盤吧 全霧面的 然後我跟你們說啊 非常的顯色 好暈染 這一個鵝黃色 我超級喜歡拿來打亮我眼下三角的地方 愛用的程度 超過Cat Von D的那個鵝黃色的打亮 好像叫做Lyric 應該吧 那個色 Cat Von D的六色盤 中間上方那個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試色喔 雖然上一支影片看過了 再看一次 這個是白色 黃色 跟我膚色有點融入 橘色 然後橘棕色 咖啡色 超級顯色的 那接下來這一盤呢 也是一盤無色眼影盤 只是呢 它是五個顏色都是金屬光澤的眼影盤 給你們看一下 是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在 FB粉絲專頁有 立刻跟你們推薦的眼影盤 超級的顯色 光澤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好滑順 然後很好暈染的 驚為天人 那它這個光澤呢 是很明顯的那種 除了這個 白色 就是 暖白色的珠光 是比較內斂一點點的之外呢 另外四個顏色都是 非常非常囂張 很明顯的光澤 它是屬於乾式的眼影 但是用手摸就很滑順 然後刷子沾呢 是非常容易上色 又不會掉粉下來 是使用的技巧門檻很低 很容易使用的一盤眼影 如果你對那種 比較膠狀感覺的眼影啊 有使用障礙 我的貓在玩我的眼影 如果你對膠狀一點的那種 不是真的膠狀 它是眼影柄 但是它有一點膠狀感 你覺得沾取上很困難 因為那要輕輕的沾嘛 不然會有一種 好像把它壓扁有一個膜的感覺 之後就比較沒有那麼好沾 如果你不喜歡那種眼影的話呢 那這盤你真的要試試看 因為它是乾式的 然後又很顯色滑順 給你們看一下 通通都是很暖調的金屬 大地色 這樣長相比較清楚 不然會反光 因為它實在是 光澤太明顯了 這是那五個顏色的試色 我並沒有一直來回的試色喔 我真的是 沾個一次兩次就這麼誇張 光澤超級漂亮 就這個珠光暖白色 比較內斂一點點 很適合打亮眼頭 另外四個顏色都是 亮到不行 它這個就像金屬光 它不是一顆一顆的珠光喔 它是一整片 就是很金屬的那種 再來呢也是一盤 眼影盤然後裡面還有 夾彩是這個 這個是之前購物影片 跟你們分享過的Nyx的 The Go To Palette 應該吧 嗯...對 給你們看一下 我那支影片裡面就有試色啦 這六個顏色呢 只有這一個 暖咖啡色是霧面的 盤子裡面眼睛看得到一點點 小珠光 但在手上試色 就變霧面的 然後這五個呢是珠光 這個是珠光的打亮 這個腮紅珊瑚色就 有一點點的金色珠光 其實上在臉上之後好像就沒有很明顯 那這個是一個霧面的Bronzer 它是 比較暖的Bronzer 然後我覺得它隱約有一點點的粉色調 一點點 給你們看一下試色 這個是眼影 然後這是那個有點霧面的 在手上就變霧面的那個眼影 可以當眼瘟染色 然後金色 然後這個深色也是有珠光的 然後這個打亮我很喜歡 超級細緻 這是我也很喜歡腮紅 我很喜歡這兩個東西 打亮和腮紅的搭配 再來這個是那個Bronzer 那我今天的眼妝呢 不能說眼妝 臉上的眼妝 Bronzer 打亮 腮紅 都是用這盤畫的 我是沒有錄妝容影片啦 這個是 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時候 之前畫的妝容 到目前為止 我都沒有補 我眼影什麼腮紅打亮 我通通都沒有補 都維持得很好 是表現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產品 而且以它的價錢來說 這個表現是 非常非常划算的 它表現真的很不錯 那我現在是zooming給你們看一下我的眼妝 那我簡單跟你們說一下我的畫法喔 我用這個咖啡色暈染我的眼窩之後呢 這個棕色呢 上在整個上眼皮 這銀...不是銀色 淺金色 上在整個下眼皮 然後用這個深色 加強眼尾 上下眼皮的眼尾 用這個珠光白色打亮眼頭 那這個粉紅色呢 我有上在 就上眼皮 不是用這兩個顏色嗎 這個粉紅色 我有疊一點 在這兩個顏色的交界處 讓它有一點 影越一點粉色光澤 所以就變成現在這個眼妝 那我講一下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打亮 超級超級細緻的 而且我今天呢 上了這個打亮之後呢 我又用一個鬆刷 沾了一點點這個粉色 一點點 這只有一點點 然後疊在這個打亮上面 就變得好漂亮 好溫柔的感覺 所以這盤其實還蠻多功能的 包括這個腮紅啊 如果要拿來當眼影 也是很...很不錯 沒有問題 現在...就是現在很流行 那種 有一點花瓣感覺的顏色 給你們看我現在臉上的打亮 這個就是...這個...香檳色的打亮 然後上面這個就疊一點點 這個粉色的顏色 而且我覺得這個打亮 非常非常的細緻 所以你如果很怕 你這邊的皮膚沒有很平整的話 這個打亮應該 不太會顯出這邊的紋理 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然後包括腮紅bronzer 這是好東西 接下來呢是一個打亮產品 然後我自己喜歡用在眼下 然後可能眉心也會上一點點 就是這個... 這個是Hourglass的 Ambient Lighting Powder 這個色號是Diffuse Light 這Diffuse Light 是帶一點點黃色 鵝黃色調的 然後這個產品呢 它的粉很細緻 你如果很仔細很仔細的看 也許可以看到一點點的光澤 但其實你上在臉上呢 你是完全沒有顆粒感 你再怎麼近看都沒有顆粒感 它就是一層很隱約的光 超級漂亮 而且我很喜歡它這個色調 我要買他們 就是三個顏色在一盤的那個 它裡面那個就是 嗯...這個深淺的顏色啊 就有點太紅 對我來說 那... 這盤那個顏色好像叫做 Beam Light 還是...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三色盤最左邊的那個顏色 那這個呢 帶一點黃色調 我超級喜歡 因為我覺得 眼下這個地方啊 帶一點點鵝黃色調 可以讓它非常乾淨 然後很清爽 那我要講一下這個產品呢 跟... 跟... 這個鵝黃色 我覺得他們的 就是讓你臉下 讓眼下乾淨的那種 感覺是不一樣的 這是霧面的鵝黃色 它是在顏色上面 讓你這裡變得很乾淨 那這個 我覺得它在顏色上面的校正 沒有很明顯 但是它真的會給你一個 很漂亮很漂亮的光澤 而且那個光澤是不會凸顯 你那邊紋理很... 很乾燥 或是很有顆粒感那種 所以這兩個 這邊這個顏色 還有這個 這兩個產品 其實我覺得 雖然我都很喜歡用在眼下 但他們其實功能上面沒有衝突 我覺得 我個人很喜歡 那如果要兩個都用的話呢 我就喜歡先用這個 霧面的鵝黃色 讓這邊這個顏色啊 均勻 然後明亮一點之後呢 再上一些些這個 就會讓它有一點點漂亮的光澤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 如果 我現在兩隻眼睛啊 用不同的產品有什麼效果 我現在兩隻眼睛的眼下這邊啊 都沒有上任何的打亮的產品 因為我今天早上很懶惰 先給你們看這個 眼影盤裡面 我用的是 就是 嗯 real techniques的 的 contour brush 然後沾這個 霧面的鵝黃色 其實我也沒有很確定 在鏡頭前面看起來怎麼樣欸 如果看不出差異的話 把它剪掉了 我現在這隻眼睛現在很... 我看頭有被打亮嗎 應該有吧 我眼下又不是說超級乾淨還是... 我眼下又不是說超級乾淨還是... 有吧 有明亮吧 這邊 這就是用霧面的鵝黃色 再來我來用另外一個 我把刷子轉一面 用這個 Diffuse Light 這個粉壓得很鬆 所以如果你個人超討厭 會有粉飛出來的話呢 Hourglass的 任何粉狀產品 你應該都不會想要買 因為他們的 東西都很鬆 我沾很多欸 因為我很怕 你們看不出差異欸 腳會不會太醜啊 對啊 還好吧 有沒有看得出來嗎 這邊是 顏色上面的打亮 這個是有一點點校色的效果 因為它有一點點黃色 但是它主要還是 就是光澤 這個 我不知道 鏡頭上面看起來怎麼樣 有差別 你們看得出差異嗎 再來呢 是兩個腮紅 一個是 倩碧的小花腮紅 這個是 Nude Pop 我講過超級多次了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 裸色腮紅 眼睛看起來有一點光澤 但其實上來臉上 光澤是 很不明顯的 所以不用擔心會 突顯這邊的毛孔還是怎麼樣 再來是 Crayoline的 霧面的 紫色 很粉嫩的腮紅 這個色號是Candy 我發現我好像每一次 用這個腮紅啊 都會被問說 你臉上的腮紅是什麼 大家好像很喜歡這個 粉紫色 我個人覺得 用了這個之後呢 看起來好像 有年輕一點 就是少女一點 來看一下試色 這邊這個就是 Hourglass 那個 Diffuse Light 你們看在手上 其實看不太出來 它有什麼閃亮亮的功能 它就是很 像一層 紗一樣 柔膠效果 看不出來有光澤 但其實在臉上 就是 我不會講 它那個光澤真的是 太隱約了 但就是你看得出 有效果就對了 然後這個是那個 Nude Pop 倩碧的 有一點光澤 但是不會凸顯什麼毛孔 因為它沒有什麼明顯的顆粒感 然後這個是 Crayoline Candy 是霧面的 今天我的毛包為什麼很活躍 你們常會聽到雜音 那最後呢 再進入到唇膏的部分 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唇膏有三支 第一支是這個 包裝超級漂亮的 Urban Decay 我把它打開給你們看 這是一支 帶一點珊瑚感覺的粉色 然後呢 這個色它叫做 Streak 這個Streak它是 完全沒有珠光 但是它的那個水潤感 已經有一點反光很水潤很水嫩的那種唇膏 然後非常非常適合唇下 其實就是我現在嘴唇上面的顏色 但是因為我擦得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看不出來有那麼 那麼強烈的顏色 反而是比較粉嫩嫩的 因為我今天 好像下午擦了這個唇膏之後 我都沒有補 也沒有就是亂弄它 所以 看起來光澤比較減低了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但其實它剛上去呢 是很水潤很水嫩 好像上面疊了一層 透明護唇膏的那種感覺 所以 如果你很喜歡水嫩嫩的話呢 你就可以嘗試 這一支 非常非常適合春夏 這就是它的試色 超級水潤 而且這支很滋潤喔 擦起來非常的舒適 我覺得它雖然是Urban Decay 但是它已經讓我覺得 有一點點像日系的唇膏了 很滋潤 但是卻很顯色 那再來呢 是上次 那個購物影片裡面有的 NYX的 霧面的唇膏 這顏色超級實用 很百搭 它是一個 玫瑰粉棕色 就是 很萬用什麼樣的眼妝搭配 不管你是上班族 還是學生 都非常的適合 在這裡 非常襯膚色 就如果你怕氣色不好的話 這一種裸色就恰到好處 不會讓你很病態 超級知性 而且重點是 它是霧面的喔 但非常非常的滑順 很舒服欸這個 那最後一支唇膏 其實我有點猶豫 要不要跟你們分享 這個是 Lonely Planet的液態唇膏 因為他們網站 它好像現在沒有在ad自己了 我看到它有新的 就是它自己的官網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你們可以去看 它的液態唇膏好像 色號都很很不穩定 它有的時候有些顏色賣完就不見了 所以我買的時候有這個 但是我也不確定 上影片的時候 到底這個色號還存不存在 嗚嗚嗚嗚嗚嗨 我看一下 它現在變得很胖 很重 好你看下去了 我不是要分享這一支 好累 我是要分享這一支 這個是Lonely Planet的 Time Me Up 這個是 給單身朋友的情人節妝容影片裡面有 然後 還有 一個影片 是哪一支啊 嗯 啊 最常放在包包裡面的 五盤眼影的那個影片裡面 就是 也是擦這個唇膏 其實是同一個妝容 也是擦這支 唇膏 給你們看一下 試色 在這裡 超級漂亮 是霧面的 而且它這個顏色 有點 有點複雜怎麼說 就有點酒紅色 又有點玫瑰棕色 總之就是 很有層次 然後很知性 很漂亮的一個 紅色系列的唇膏 超級霧面喔 而且我覺得 Lonely Planet的液態唇膏都非常的舒適 就是包裝很稠 然後 網站我感覺沒有很穩定 那這個月愛用品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邊 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 那最後呢 就進入到唇膏的部分 有三支 第一支呢 就是 三支好像是一個地名 這樣好怪喔 再來一次